流量不重要 流量背后的责任很重要 你连一个账号都养不活 你怎么养活矩阵呢 那我想反问你 谁的知识又是冥想来的呢 我的感觉啊 两个成功女性的生动直播 我不知道你作为这个当事人 你的感觉是什么 在直播间里你们二位 其实特别有意思啊 就是我会看评论的 评论很有意思 评论说张琪你太强话了 你飘了啊 你不能强冬姐的话 然后还有什么下面说 你看这个张琪太舔了 你看这个拍马屁拍得太明显了 所以什么样的粉丝都有 实际上我和董姐的互动啊 董姐说我俩是妄言娇 那有很多人说我们的 从我们第一次买衣服 在全网就有上亿的播放量 那这一次呢做饭呢 全网的曝光量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很多人说我们有没有去策划呀 其实没有 就是非常随意 因为当时我去隔离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董姐会认识我 但是她进到会议室 一眼就把我认出来了 所以当时我满脸通红 我是觉得有点受宠若惊 因为被自己的偶像认识了 所以当时没有任何的准备 也没有任何的策划 董姐说走我们去买衣服 然后去买衣服的时候 我感觉她状态特别好 我说董姐我们开个直播好不好 她点点头 在她允许条件下 我们就开了直播 没想到全网就大家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组合 我觉得是因为大家看到了董姐的另外一面吧 一个霸道总裁背后 像一个林家姐姐一样 对后辈的一种关心 其实特别有烟火气和接地气 当然我觉得你们这个直播 能够有那么好的状态 那么不错的数据 就应了那句话了 就两块云才碰到一块才下雨 两个人都很随性 也很真诚 也很善于表达 第一场直播的时候 我们全网各个平台的累积曝光量是上亿的 然后当时也上了这个抖音和视频号的带货的钱 排名比较靠前 但是我去之前 其实我的团队的负责人是跟我说 你要谨慎 因为所有的知识主播 商业类主播 没有带货成功的 如果你翻车了的话 第二天一定会有全网解读你 就丑话说在前面了 而且其实他说 张奇我告诉你 我相信你的粉丝是希望你好 但是不见得所有人都希望你好 可能有人就是等着看你翻车的 所以你要谨慎 千万不要去 所以你还是别去了吧 大概会有这些担心 我其实很简单 我说我们再给大家讲创新 我们再给大家讲数字化 线下拥抱线上 天地人网 对吧 我们再给别人讲 我们也要实践了 我们的课程不应该只是在课堂上 直播间和思董会 我们的课堂可不可以直接到企业的直播间 给大家看我们是怎么做直播 你有没有现在回头想过 去年这一年的时间 比如十天有十个亿的流量 这事我做梦都不敢想 他为什么就在您身上 快一下爆发了 是有点懵 我就特别感谢董老师问这个问题 我记得去年吧 应该是去年的五月份 去年五月份 我经纪人找到我的时候 我相信他是一个非常成熟的 一个IP的副画手 所以我相信他判断了 我是可以做起来的 但是我觉得他没有想到会那么快 而且会那么持久 而且流量会爆发那么猛 我相信我和他我们都没有想到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记得去年当时 获得很大关注的时候 我正好在深圳 在深圳 然后我就正好在海边 你的福地 正好在深圳 然后在海边 然后突然之间 就是真的是一周的时间 一千万粉丝 十个亿的播放量 然后我就在海边听着音乐 当时心情特别的复杂 然后一边听音乐 然后热泪盈眶 因为觉得没有想到 然后突然之间 你的努力被看到了 你的声音被听到了 现在如果回头 把自己作为一个案例来看的话 它可能涉及到偶然和必然 你怎么总结自己那一段 爆发的偶然和必然 首先我认为是幸运的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领域当中 比我优秀的老师一定非常多 一定大有人在 所以很多人说 张琪你非常的幸运 你就是运气好 那我承认我就是运气好 首先我非常的承认 因为运气很重要 但是运气来了 你能不能接得住 这是第二个问题 我在这个行业干了18年 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笨的人 然后也是一个不太轻易去换行业 和换岗位的人 所以我在这个行业 从大学毕业18年 从一线业务员 然后到部门经理 到分公司总经理 到最后自己创业 到现在成为商业类目当中 大家都知道的一个 算是比较 可以说比较成功的一个IP吧 那我觉得其实 这18年的累积 我觉得也是让我把这个运气给接住了 而且我觉得 董老师 我觉得 我特别庆幸和特别骄傲的是什么 就是获得那么大关注的时候 我没有因为这个事情而睡不着觉 我没有失眠过 所以我就觉得 我觉得正好 刚刚好 如果早五年 我获得那么大的关注 那我觉得 我不一定接得住 晚五年的话 我的精力不一定能够跟得上 所以我觉得正好在那个点 所以我是非常地感恩 也非常地知足 我觉得很幸运 无数昙花一现的网红 证明从爆火到消失 只需三个月 在张旗获得铺天盖地的关注和流量之外 质疑 谩骂也随之而来 有人说他哗众取宠 纸上谈兵 有人说他抄袭 割韭菜 迟早要翻车 大家共同的疑问是 张旗还能火多久 你自己有没有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大网红 网红这个词 实际上有人问过我 介不介意 其实我介不介意也不太重要 因为网红这个词 实际上褒贬不一 我认为是流量不重要 流量背后的责任很重要 就是你非常幸运地 获得了那么多的流量 有人不喜欢你也很正常 但是大多数人 还是在你的视频当中 获得了收获的 那么多人喜欢你 流量的背后是责任 所以我讲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而我讲的东西 对大家有没有帮助这件事情 是我最关心的 就是传递有用信息 对 所以其实网上也会有人说 张旗老师每天就卖鸡汤 然后就口嗨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今天的视频我们讲什么 难道我们劝大家去躺平吗 或者告诉大家 环境很差 你们最好啥也别做 我觉得今天给了我们那么多流量 就是希望我们告诉年轻人 我们还是身在盛世 武备当自强 我们要努力 我们要奋斗 我们要去拼搏 我们正好身在一个伟大的时代 见证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过去的三年 很多的中小创业者是非常艰难的 我们希望是星光点亮星光 彼此照亮对方 所以不管网上的人怎么黑怎么对 我们希望的是我们的视频 传递的是信心力量和方法 他有一些文章 他也会这样分析 说是合理利用了某些平台的漏洞 用了一个赛马加矩阵的方式 坑把你给拖起来了 这样的观点您怎么看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运营团队 很多人说张旗能够火 就是因为矩阵 矩阵是一个战术 或者是一个方法论 但是矩阵它是个双刃剑 如果你没有非常强的 内容输出能力 你连一个账号都养不火 你怎么养活矩阵呢 就是我们团队吃内容太快了 所以上次我有一个同行问我说 你火了 我想问我我能不能火 你告诉我怎么做 我也想像你一样火 我说你能不能做起来我不知道 但是我给你一个数据 我六个小时的刻 他们切了一千条作品 你六个小时能切多少条作品 他说我还是不做了 就是六个小时切一千条作品 这个对一个输出者 是要求你的信息密度非常大 就是你每分钟输出的 信息密度要非常强 我又看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 恰恰的你开门来做这些了 有人会拿出来又对比了 比如说跟樊登 跟罗振宇 跟吴小波等等人对比 他的课没什么流 你听到过这种声音没有 甚至我觉得 董老师你问我这个问题很客气的 您可以直接说 很多网上很多人说 张旗的内容都是抄的 东抄西抄 没有他自己的内容 我对这样的言论 我可以非常平静 和非常真实地给大家回馈 那我想反问你 谁的知识又是冥想来的呢 你的知识是你坐在这里 打坐冥想来的吗 我们说孔子的思想 还受了老子的影响 儒家级大乘者 王阳明先生 心学 那曾经他还是理学诸锡的追随者 但是他在理学诸锡的基础上 否定之否定 开创了伟大的心学 叫农场舞蹈 对农场舞蹈 开创了伟大的心学 那他曾经也研究过理学 他也是珠希的追随者 或者是学生 所以您刚才讲的那些老师 我都学续过他们的课 我也听过他们的课 取百家之长 补一家之短 向别人学习 向优秀的人学习和借鉴 这件事情一点都不可耻 我认为我们今天 应该有个开放的心态 近几年 因为网暴造成的恶性事件 层出不穷 很多人认为 公众人物是网暴的主要攻击对象 但实际上 网暴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 要比我们想象中近得多 原来我们以为网络暴力 只针对明星或网红 如今已经涉及到了普通人 我有一个小小的点 想跟大家去分享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 就说全球变暖 全球变暖 马尔代夫这个国家要消失了 然后在微博上 马尔代夫消失了 大家说 那在消失之前 我得去旅游啊 没有人去想说 马尔代夫消失了 那个国家的人去哪里 所以你看人类的悲喜 是不能共鸣的 这是人类最大的悲哀 就像这段时间 发生的这个事情 就是这个妈妈的这个事情 武汉的事情 这个妈妈本来已经是 丧子之痛 但是大家关注的全是她的穿着 她的打扮 她的颜值 然后说啊 你孩子走了 你为什么还要化妆 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要去思考的是什么 就是如果那个妈妈是你的朋友 是你的同事 是你的亲人 你还忍心去在那个评论区网报吗 所以我觉得社会的进步是什么 社会的进步不仅是经济的繁荣 不仅是我们钱包变股 也不是我们的房子住大 是我们真的能够感同身受 我们真的能够换位思考 所以社会不管怎么进步 我觉得善良这件事情 依然是每个社会都需要的 所以网报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像您刚才问我那个问题 有的人会认为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内心强大一点 那有的认为说 我们就是应该惩治网报 那我是站在后子 我们不需要一个完美的受害者 社会需要进步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吧 就当我们想赞美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可以大声地对别人表示 肯定和赞美 当我们想去诋毁一个人 黑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应该三思而后行 语言暴力也是暴力 而且是非常强的一种暴力 恶语伤人 恶语伤人 有没有想过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章期 红的有一年多了 还能红多久 或者你突然爆火之后 你对自己的红的周期有没有预期 没有 我是一个不做计划的人 就是我所有的事业都是被推着走的 就像我去创业 也是因为我老板突然走了 然后员工跟着我 客户还没有交付完 所以我必须要对员工和客户负责 所以我就被迫创业了 还有包括我做短视频 也是因为疫情期间 线下受了很大的影响 然后被迫去做短视频 然后一做就获得了全网比较大的关注 所以我是没有计划的 随遇而安的 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我已经很知足很感恩了 那就是有那么多的普通人 你看今天在深圳奋斗的人太多了 每一个普通的劳动者都非常的辛苦 一个滴滴司机 一个外卖小哥 他每天风吹雨打 他们也是劳动者 我们也是劳动者 只是我们分工不同而已 那他们的努力可能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 我的努力被大家看到了 我的声音被大家听到了 我已经很知足了 今天我能和董老师坐在这里 可能我可能觉得一年前我无法想象 今天我可以和董老师 董老师作为访问者来访谈我 我已经很幸运了 所以我很感恩和知足 那你说能够火多久呢 其实我已经创造了小小的奇迹 就是在互联网上能够火过一个月凤毛铃角 能够火过三个月的老师 其实都很少 那一年了大家还能刷到我 到线下大家还很热情 所以我觉得我其实非常的幸运 而且我状态越来越好 因为我已经得到那么多了 我还计较那么多干嘛 所以如果有一天大家遗忘了我 其实也很正常 遗忘我那我就可以很轻松了 我就可以去更多的去享受自在的生活吧 但是我相信这个经过去年这一年 或者这一年意想不到的这种出圈 接着2023年还有半年 这下半年在内心是不是隐隐的 还有一些小目标 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 就是我希望粉丝看到的是一个 具有可塑性的张奇 就是不被定义的张奇 因为我经常都跟大家讲 说什么样的人生是酷炫的人生 不被定义的人生是酷炫的人生 就比如说很多人他会被 他会被周边的人定义 我身在农村 我是一个女孩 身边的人都告诉你 女孩读那么多书干嘛 女孩嫁掉不就行了吗 所以我们就会被身边的人所定义 被区域定义 被周边人的言论定义 其实无形之中是一种限制 它是一种限制 所以你说我有没有什么目标 就是我希望自己能够有突破 就是大家能够看到我的可塑性 和我能够再为更多的创业者 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我们会到企业会多一些 就是我们原来可能在课堂上 在直播间 在私董会的内容多 但今年我们会走访企业 包括我们去到很多的品牌 像慕斯 像九木 像艳枝屋 还有包括像格力 就是这些头部企业 这些做得非常不错的企业 我们都会到企业去 虽然工作量很大 但是还是抽出时间到企业去 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想看到的 一些新的内容 生活我觉得随意而安 生活我不会设任何的目标 因为生活需要的就不是掌控感 生活需要的是松弛感 所以我期待生活中发生一切美好的人和美好的事 但我不去要求也不去强求 因为我把自己变成一个美好的人 我相信美好的人和美好的事 都会发生在我身上 首席访谈 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